《鬼灭之刃》这部作品被观众调侃为《驻灭之刃》 《鬼灭之刃》已进行到无限程决战 很多观众将这部作品调侃为《驻灭之刃》 原因是什么? 目前只有三名柱死掉 在结局时或许会有柱存活下来 这不是重点 大家是否发现一个规律 死掉的柱都是人气非常高的那种 也就是说 《驻灭之刃》调侃的是作者专杀高人气的柱 严重侠三柱的人气一直高居不下 在人气最巅峰时刻接连领便当 有了这个剧情发展后 感觉《驻灭之刃》容易有危险 毕竟《炭之狼》可以取代义勇的地位 当鬼舞时被消灭后 人与鬼的冲突就会结束 虽说九柱的实力比不上战国时期的其实见识 但九柱懂得团结 九柱中高人气的先领便当 坐实驻灭之刃的调侃 除了柱之外 就连五小强之一的玄迷都难逃厄运 这部热血脉 结局注定伤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